嗨,Gerry 我们的中国学生 我们毕业募敦大学 你可以看在这个页 我们都是拍名第一的 公立大学在全纽约州立 我们也在前50的公立大学 在全美国 前100在全美国的 包括私立大学等等 所以其实毕业募敦大学 是有点有名的 我们很认真的下一页 所以我刚刚说 这个前50在公立大学 就是非常非常好 因为美国有4000多的大学 在全美国 所以其实这个排名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我们有这个best buy best buy什么意思的 best buy就是你要买你的 这个学习的这个学位 对吧 所以我们想就提供一个 非常非常好质量的学位 但是我们的我们的这个价格 不是非常非常高 因为我就是一个公立大学 所以这个best buy 就是你买你的学位之后 你就我们边上顿大学的质量 是非常非常好 下一页 那我们的位置呢 其实我们不在纽约市 很多很多人就以为 我们纽约就是纽约市 我们离纽约市要开车 三个小时左右 我们离飞城也是三个小时 华盛顿DC也五个小时 博士顿五个小时 所以我们的位置是比较方便的 去接近这些很大的城市 比较方便就可以开车找工作 还是实习机会等等 但是呢我们边上顿城市 比较小 所以呢我们非常安全 非常安静 所以我们的学习的这个文化 这个背景比较好 所以可能家长比较喜欢 就看这个小城市 非常非常安全 而且我们就是四季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就跟往北京 北边一点点的一个这个temperature 所以我们就现在就 我们的这个就刚刚开暖气了 我们的叶子也越来越就换颜色等等 我们的夏天也比较凉快 然后我们也会有一些下雪 在我们冬天 但是不是非常非常冷 所以其实我们就都喜欢 就各种这个四季夏夜 所以我们的profile 就是我们的边上的大学 怎么样的 我们就算一个中等的一个大学 我们也是中等功利的一个STEM 就是一个研究的大学 所以我们研究特别多了 不只是在这个研究的这部分的 但是我们本科 本科生也研究特别多 我们中等意思就是 我们不是特别特别的 有一些大学在美国 我们有四万多的学生 那这个是很多了 有一些大学比较小 有就七千八千多的学生 我们住在这个中等 你可以看我们一万四千榜课生 跟研究生在一起 我们有七千 我们有就一万七千左右 然后我们刚刚说 我们有百分之十六的学生 就是国际学生 从一百多的国家 所以我们真的是一个 cultural hub 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文化 很多不同的 背景的学生 所以其实我们的 虽然边加顿城市比较小 但是边加顿大学 我们有各种的学生 下一页 所以我们的这个学校 我们就是一个大学 但是在这个大学里面 我们有六所不同的学院 然后你申请大学的时候 你就是申请一个 这些学院 所以我们就highlight几部分的 我们最大的就是第三个 就是我们的哈普文理学院 这个包括六十六十多的 不同的专业 这个这个音乐 还是艺术等等 科学 计算机 进击 还有比如说化学 等等 这个物理学 心理学 然后所以大部分的学生 还是没决定的学生 就申请我们的哈普文理学院 然后很多学生 也喜欢我们的这个管理学院 我们管理学院有很多不同的stream 你可以都选 你喜欢management 还有leadership等等 我们的会计 也在我们的管理学院里面 就是拍名第四的 在全美国 所以这个会计的专业 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在美国 然后第六就是我们的 公立的这个 I'm blanking engineering 就是我们的学院 所以呢这个工程学院 就是包括生物学工程 电子工程 我们也有计算机 在这个工程学院 所以学生就感兴趣 申请这些专业 也可以直接申请 我们的工程学院 这个公共关系学院 第一的也比较好 我们也有一个护理学院 然后第五就是我们的药学院 就是一个研究的学院 所以没有这个访课生的选择 但是如果感兴趣的话 你直接可以申请我们的 哈普文理学院 然后就结束之后 你直接可以 选在我们的药学院 然后结束之后 你就可以拿到博士 下一页 所以我们的教授 我们边向敦大学的教授 他们特别喜欢 直接跟我们的学生 就一起工作 他们是非常非常开朗 所以呢 所有的我们的教授 都是教课了 很多大大学 在美国 他们有TA 他们当课了 不是教师自己当课 在边向敦大学 所有的我们的教授 他们自己当课 然后他们就每个星期 有两个三个小时 他们要这个office hour 所以呢 他就在他的办公室之后 然后学生可以直接 问我们的教授 有什么问题 就直接可以回答 他们非常非常喜欢 直接跟我们的学生 就工作交流等等 我们有60多的 distinguished professors 他们是非常非常认真的 这些教授 然后去年我们有一个 诺贝尔奖的 获得诺贝尔奖的一个教授 他就研究了那个理电池 这个老师 他不只是跟我们研究生 直接工作 但是他也喜欢 就直接跟我们的 本课生一起研究 他觉得我们的本课生 他们都就 他们比较年轻的 所以他们有很新的 这个idea 等等 所以他们都很喜欢 跟我们的学生 就工作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细节 下一页 那我们的国际学生的支持 我们其实有很多支持 给我们的这个国际学生 我们的国际学生 学者 办公室 他们就帮忙 这个签证的问题等等 我们的eli 如果就有英语的问题 还是想 上一个英文课 我们的eli 都是提供给学费的一些 英文课程 然后我们的就业中心 他们也可以帮忙找工作 如果你是 就是学生在我们的学校里面 你可以就在on campus 就找工作 还是毕业之后 我们有这个opt 就是跟你的签证连接了 你可以留在美国 一到三年 就工作在美国 然后我们的就 这个ISS 他们就可以帮忙找工作 跟我们的就业中心 他们有job fair 还有就实习的这个活动 可以就找很多实习 还有工作机会 下一页 所以我刚刚说这个 就是一部分的 我们的学生 去工作的一些地方 你可以看 亚马逊 还有Disney 百度 Google等等 所以我们的学生 他们其实特别特别认真 然后他们的就业的 这个比率特别特别好 下一页 那我就告诉我们的家长 我们的我们的学校 是特别特别安全 我们的每个这个住宿的宿舍 就是已经锁了 所以呢 如果学生就住在这个宿舍 就会刷卡进去 其他的学生就不能进去了 我们有这些 emergency phone 就是可以抓进这个手机 然后就直接 连接过我们的检查 然后mental health 所以呢 就脑子有问题什么的 也可以就24小时 就给老师打电话 就说明你的这个问题 所以其实我们的 边山顿大学 是非常非常安全 下一页 然后你就马上给大家看 我们的这个价格 下面就是总共 我们就46700左右的美金 这个一年 这个算学费 住宿费 杂费等等 所以所有的这些费用 都是一年的需要就提供 所以我刚刚说 我们就这个质量是非常好 但是我们跟其他的 一些美国大学 还有私立大学 我们的价格没那么高 所以这个就这个机会 机会就是非常非常好 而且我们就是 你不用就分开 就申请我们的奖学金 我们就直接提供奖学金 我们觉得我们的学生特别好 那我就直接提供奖学金 下一页 所以我怎么申请呢 我们就提供你的这个成绩单 还有那个托付 我们可以接受那个托付 包括IBT 亚斯那个IELTS Indicator 还是那个罗林国 这三个 还有SAT SACT 还是今年我们不必要提交 SAT ACT 包括我们的工程 还有其他的我们的学院 都不必要提交 SAT ACT 所以这样子 可以就简单的 这个申请 下一页 然后这就是我自己的姓名 还有邮箱 所以如果大家就有问题 就可以就直接跟我联系一下 Jack 我就说明就多一点点 但是我们就可以 有一到两个问题 我们就现在可以就回答 好的 那么谢谢凯尔老师 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研究 另外呢 我们就进入我们的学校问答环节 QA session 那么呢 首先想问一下凯尔老师 咱们how credit transfer works 对 所以如果你是考AP 还是A level 还是那个IB课程等等 其实我们可以接受到32个学分 那这个意思就是 如果你考过了 比如说AP 那你考过一个3到5 在这个A课程 这个考试 那我们可以接受这个AP考试 就接受4个学分 4个学分在美国就是算一门课 然后每个学期 你就上就要3到4门课 所以其实如果你考过了 比如说4个AP考试 那你的一个学期已经结束了 然后我们就很credit transfer friendly 所以32个学分是特别特别多了 这个意思就是 如果你就考很多这个A level 还是AP课程 你就提供给我们 我们就可以看这个成绩 但可能你已经结束了一部分的 你的general requirements等等 然后你可能可以选择一个双专业 还是提前毕业等等 所以有很多选择 如果那种提前提交给我们的很多这个学费 学分 好的 谢谢老师 谢谢凯丽老师的回答 那么下一个问题是咱们 How about the transportation around the Binghamton area and the two large cities 哦对啊 所以我们的 transportation啊非常非常方便啊 我们有这个blue bus 就是学生负责的我们的缆车 还有我们的county bus 都是提供给学生 还有老师是免费的 学生就刷卡 可以用我们公共轿车 去买超市等等 但是如果学生想去 比如说纽约市 我们的大巴也比较方便 就花比较20美金 你就可以去纽约 就玩了一个秋末 然后就回来到Binghamton Binghamton也有自己的机场啊 所以呢学生可以就很简单的从北京还是上海 就直接飞到底特律 然后底特律就转飞一次到Binghamton 我们的Binghamton这个机场其实比较小啊 但是非常非常安全非常方便 好的 我看还有同学想问一下关于就业的问题 那么How do students get a job during time as a student and after graduating 啊 yes啊 所以我刚刚说一部分的就是我们的 CPT还有OPT 啊 这个都是连接在学生的这个签证啊 所以如果行政有这个这个F1的签证 他们就可以找这个工作啊 要跟他的专业有有关系啊 然后学生就可以啊 在学校里面可以就随便工作啊 在学外要就跟你的专业有关系 然后你就可以找工作 然后我们的国际学生学者部啊 他们就可以帮忙就找这个工作 然后这个 regal implications等等啊 所以这个OPT就啊 让我们的学生就啊 抓紧这个啊 机会就在美国工作有这个经验 好 谢谢凯瑞老师回答 那么由于今天时间有限呢 我看其实还有同学们已经在留言框里面 给凯瑞老师提出问题 但是没有关系 我现在有两种方式可以提供给同学们 首先呢 同学们可以添加我们PPT最后一月 凯瑞老师的联系方式 然后在后续的过程中呢 向我们凯瑞老师提供更多的问题 那么还有呢 我们凯瑞老师也会在后台给同学们来回答问题 所以没有关系同学们 你可以在留言框里留出你们的问题 我们凯瑞老师在后台也一样会为大家回答问题 再次谢谢凯瑞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演讲 谢谢凯瑞阿 我们下期欧